欢迎来到明星模拟器 请选择你的外貌 请选择你的绅士 你出生在一个十分贫穷的家里 每天跟着你的母亲自处乞讨 垃圾箱里翻榜 但好在你长相甜美 又多才多艺 是天生当明星的好苗子 当你看到电视里明星 在舞台上闪闪发光时 你选择 你选择了去偶像学院当练习生 你的妈妈三只为了支持你 不惜煮掉了家里唯一的鸡 还便卖了他珍藏53年的自来水 给你当路费 很快你告别了妈妈三只 来到了樱花市最著名的偶像学院 里面全是打扮时髦的帅哥美女 你一副土包子的形象 在这里显得格格不入 笑死了 这是哪里来的山泡啊 听到同学的嘲笑 你感到很丢脸 此时你选择 你冷静地将事情的经过 告诉了老师 老师 他欺负我 你为什么要诬陷同学 你知道吗 他可是校长的女儿 为了处罚你 老师将你安排在了 性格十分臭屁的校草旁边 同学 你好 敢吵到爷睡觉 削了你 很快就到了第一次课业考试 第一名可以和校草同台演出 尽管你表现出色 评委还是把第一名投给了紫包菜 觉得不公平的你此时选择 表演那天十分热闹 但你并没有去看 而是一个人垂头丧气走到了学校的天台 看来 张明星的这条路并不适合我 正当你想放弃时 旁边突然响起手机震动声 原来是校草 可他这个时候不应该在表演吗 喂 你怎么也跑这来了 傻瓜 我的女主角都跑了 我还待在那里干啥 现在那个校长的女儿恐怕有的忙了 校草到底跑哪里去了 快点来个人救救我吧 是你 你会帮助紫包菜吗 记得在评论区留言告诉莫比茨